这个人红冲的 你看这个人 暴雨下在市区 街道瞬间变河道 女骑士身体失去了重心 好几次试着要站起来 却一路被电动机车拖着走 原来是车上的雨衣被车子缠住 洪水又急 所幸她最后勉强起身保住了一命 另一个惊险场面发生在福州一个社区大楼里 洪水从车道灌进地下停车场 仔细看这辆白车的主人显然是刚下车 车门还来不及关上 只好先爬上了车顶 但水势越来越大 只好在网上爬到了天花板的消防管线上等待救援 三名物业用消防水袋绑住了住户拖到安全的地方 六号清晨暴雨肆虐福州 短短八个小时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 最高439毫米都超过了当地的历史记录 一座乡间的桥梁竟然被洪水冲到瞬间瓦解 市区也出现惨况 洪水灌进了超市 水深大约一公尺到了成年人的腰部 店里的各种商品全部漂浮在泥水中 损失惨重 有人拍摄对面的大楼 只见楼梯间变成了大瀑布水不断往下冲 街道上大车经过行程的坡浪 冲上了小轿车的车顶 骇人景象处处可见 大陆官方初步统计 福州的受灾乡镇有147个 5万多人受灾经济损失超过23.3亿台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